简安乡客庄小旅行计划特别安排了两条博公庙体验游城 并带领社区伙伴实地走访 深度认识客庄博公的信仰文化 而其中永新村的床屋博公庙还保存仅有的要签 让参访民众体会到古早时代宗教信仰和民生寻求的紧密结合 简安乡公所110年度获得客委会补助金费 展开客庄博公庙的文化巡礼活动 首先带领社区志工伙伴体验两条路线游城 以客庄博公庙为主题 实地走访位在简安乡境内的博公庙 并且由在地的村长或者是博公庙组织干部 为民众来解说博公庙的历史典故 简安的博公庙运长了很多的地方文化 也运长很多我们成长历史的背景 今天来到的长湖博公 就是过去要拜拜的时候 帕风追雨林拿的森林 所以他们搭搭了一个长廊 就叫长屋博公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永新村是博公庙最多的 有三个博公庙 里面还有庄头博公 还有我们的这个有许磅梅的博公 所以各地的博公拥有不同的特色 跟他们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今天我们的志工带着大小孩小小孩 一起来认识我们吉安的庄头 跟我们各社区的巷弄林里的博公 来开启一个博公文化 哈嘎的这样的一个巡礼 我相信未来他们在社区18等协会里面 会继续的延伸生根芭芽 其中位于永新村的长屋博公庙 就筑立在稻田当中 并且有两棵老榕树环抱 历史悠久 是一座传统经典的客庄博公庙 其中还保存着难得的药签 十分具有历史意义 药签 药签 抽签喔 不是那个药 药单 就是可以来求神明的意思吗 对对对 求那个 白公 白公 说我 我生病了 我吃这副药 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药签 这个抽签 它以前是有那种的 它就这样子弄 它都出来的 就是这样 很零吗 零喔 这个土地公很零 很零 透过现地导览解说培训 不只认识当时客家聚落 和不同族群互动的氛围 也看到博公庙 不同的发展形式 简安湘公所 希望未来可以由社区 来自行发展客庄博公文化体验游城 结合客家美食餐点 吸引更多人来感受 吉安客庄文化的迷人之处 介绍会吉安湘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